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就要进一步谈 自我感会原生什么问题 在佛法当中呢 有这种无我的概念 无我的智慧 大家要记得 这个是智慧 修出无我的智慧 并不会变成你是没有我的 千万不要误解说 无我就是没有我 不是 它是一种智慧 是一个怎样的智慧呢 要发现一切众生是因缘和合而成 世界的所有的形态 今天你构成的家庭的这个小小世界 你跟你朋友之间的小小世界 这些世界的形成呢 都是因缘和合而成 都是因缘和合而息息相关的 大家是息息相关的 甚至大家是平等平位的 如果一个人的 他的自我感很强 或者是太弱 佛教的这个无我的智慧呢 就是用来对峙他的 太强太知道 太弱太否定自己 就变成呢 你会发现说 好像自己是比较独特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 那就是缺乏了这种无我的智慧 所以无我的智慧是帮你去对峙自己的这种 不管是太强或者是太弱的这种自我感 不管强或者弱都有自我感了 而且这个自我感呢 已经给你带来困扰 给你的生活带来问题了 而这种自我感呢 问题就在于以自我为中心 都把自己看得太实在 太真实了 忘记了这个息息相关 互有关系 忘记了这个因缘和合 都把自己看得太绝对了 不管是太自卑还是太自大 都以自我为中心 自大的人要膨胀自己 自卑的人要远离群众 然后躲起来 但问题比较麻烦的 在整个社会里面比较麻烦 比较需要去急着去处理的 都是自大的部分 膨胀的那种自我感 为什么呢 这种膨胀的自我感呢 他会对食色名誉权力等等 都想去占有 当一个人他的自我感在膨胀 然后想去占有 他已经有了那些东西了 可是还想占有 然后不管他人的死活 全部都要由我来掌控 供给我 从属为我所有 只看到自己 顾自己的话 不管别人的苦乐 还有这种 你看这种呢 真的膨胀型的那种自我感呢 真的会给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带来火患 因为这种膨胀型的 为食为色为名誉 为权力而想去占有的话 自然就形成社会的种种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强取 豪夺 欺诈 控制 占占 甚至是着杀斗争 不是要变成没有 不要修到最后呢 否定自己 不是 无我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让你有这个智慧去看到说 每一个正身 大家是互有关系 大家是息息相关 大家只是在不同的因缘 形成了这种相对的你我他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一样 继续的相依相存 了解这种无我的精神 无我的智慧的话 你就更懂得珍惜自己这个生命 而且会尊重他人的神 和他人的一切